为解封的第一个周末假日 花莲的天气是艳阳高照 不过知名的景点只有零星的游客 包含了松原别馆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吉安庆修院以及七星潭等地区 都较往年暑假时间冷清了许多 而在东大门夜市 则是实施了人数控管 最大总人数是2500人 星期六晚上一度涌入了2000人 多数业者表示 预计7月26号以后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人潮涌现 13日起全台围解封 虽然花莲周末天气艳阳高照 但市区知名观光景点 并未出现以往拥挤人潮 像是双原别馆实施基本防疫措施 人流管制 馆长罗曼林表示 休员近两个月 多数业者收入一定都受到影响 不过园区生态在休员期间 倒是获得良好的生长 那在这两个月中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休员了 休员当然是 游客就不能进到园区里面来了 那当然你说在 我想大家损失上面是 所有的一些业者 同样都是一样的 那另外我个别看到的是 反而是这些植物的 一些的修身养习之后 它的状况是变好了的 这是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一个收获是 在这些植物上面或者是一些昆虫上面 反而它们的状态是好的 这是看到在这个疫情中 大家都很艰辛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那当然也是希望 围解封之后 大家能够 因为它的警戒还是在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大家进来的时候 还是要遵守一些 该有的三级警戒 该有的遵守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尽快的能够真正达到解封 而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因应疫情仅开放一馆几个空间 以及才预约制的 花莲铁道电影院 二馆则暂时不开放 那我们从早上营业11点 然后到晚上6点的时候 这段时间作为营运 那开幕这几天 的确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目前是还没看到 有观光客走进来 现在今天刚好是 休假的廉价的第一天 开放之后的廉价的第一周 的确有一些陆陆续续 有一两组的客人走进来 那目前在园区里面的 常设的部分 就是属于铁道这些文物 有开始对外开放 可以让人家里面去参观 甚至于在这个礼拜六 下午都有黄家荣老师 会做的一个导览的一个行程 那除此之外 电影院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都有一些免费的电影的部分 都可以开放给游客 能够上网去做登记 然后能够欣赏 这些在运线片看不到的 精彩的好电影 位在吉安商的吉安庆修院 执行长陈玉正表示 往年暑假的周末 一天约有千人游客涌入 微解封第一个周六 相较之下 仅有十分之一的人潮 在东大门夜市 微解封首次周末 虽然人数控管在2500人 不过周六晚上 一度涌入2000多人 多数业者表示 有人潮却有收入 预计要到26日以后 才会有明显的成长 不过还是希望民众 做好防疫措施 疫情能早日缓解 记者长邦彦华林时报道 记者长邦彦华林时报道 记者长邦彦华林时报道